請各位先花個大概半分鐘時間 好好的看一下這四個 我們等一下要來玩一些 多多的不是很有趣 普通有趣的小遊戲 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再唸一次 第一個是為了任何目的而使用 只要是只有軟體 你應該可以為了任何目的而使用 第二個 你應該要有自由的權利 可以了解程式的運作原理 並且可以修改 第三個 你應該要可以把軟體散布給其他的使用 第四個 你應該也要可以把修改後的成果給別人用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來進入今天第一次的小答題 自由小學堂 以下的狀況 如果你覺得有 它應該是自由軟體的話 它有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話 你趕快舉手 那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以防大家等一下都不舉手 現在所有人請舉手 所有人 好所有人請放下 那所有人請再舉手一次 好請放下 好我確定你們手都沒有換 所以等一下應該可以舉 好 那第一個狀況 某個軟體它售價新台幣20萬元 消費者購買以後 可以取得原始碼 並且修改 而且沒有授權人數限制 好 好 請問你覺得它這個軟體 可能是自由軟體的金舉手 OK 好謝謝請放下 那你覺得這個軟體 應該不是自由軟體的金舉手 好 那我們來隨便訪問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它不是自由軟體 因為它有外價 OK 謝謝你 好請放下 謝謝 這個自由小學他們全部有四個領目 而且這四個領目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它都非常的努力的去試圖去營造一個 讓你會不解的狀況 擾亂你 所以第一題答案其實是 這個確實有可能是自由軟體 為什麼 因為自由軟體其實可以收費 剛剛的四大自由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字提到錢 自由軟體可以收費 只是它收費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說自由軟體不可以收授權金 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今天拿一套MX Windows 那它裡面會告訴你說 你的軟體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腦上面使用 而且有的它可能版本它會講說 你還可以再另外Copy給其他五個人使用 好 這個時候你付的錢是授權費 它會限制你的授權的license數 所以你可能自己用 它是授權你自己用 然後付給你錢 如果你要給別人用 那不在它授權的範圍內 你就要再買一次 然後給別人用 這個付的是授權費 自由軟體不收授權費這種東西 但是並不代表它不能收錢 它有很多種模式可以收錢 這個等一下有興趣賺錢的 可以再跟我聊天 好 第二個 某軟體可以在網路上面免費下載 而且在網站上面一併提供原始碼 作者只有在網站上面 短短寫了一個條件 說這個軟體不可以用在壞事上 比如說不可以用在戰爭 比如說不可以用在搶劫 好 請問你覺得這個軟體 有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請舉手 好 OK 謝謝 那請問你覺得這個軟體 不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請舉手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隨便抓一個人 訪問一下 剛才是男生 這是女生 為什麼它 你覺得它可能不是別人 對我而言不是可以用在任何事件 是啊 自由軟體可以用在任何事件上 沒有錯 所以說 這個軟體呢 雖然前面的條件其實蠻符合的 就是到這裡 可以免費在網站上面下載 好 OK 自由軟體不管你要不要收錢 它可以下載 不能下載 這無所謂 然後我在上面一定有提供原始碼 OK 自由軟體有提供原始碼 但是作者的條件就不是自由軟體了 因為他說 這個軟體不可以用在壞事上面 那這個 這一行字就違反了 它要可以為了任何目的而使用的自由 所以它又不是自由軟體 所以這個定義其實蠻嚴謹的 那在你來講 你覺得蠻吊詭的 就是說 那我怎麼知道說 那我就是不想要我寫的東西 被別人拿去做壞事 不過其實有時候有很多所謂的壞事 還是看作者自己定義 那很難 你很難去描述 所以我這邊就大概介紹一下這一點 那第三個有題目 好 我還沒出來 不好意思 少還沒一下 某超商找了一間公司來外包 所謂的外包就是 本來應該是我該做的事情 然後我跟你說 我給你多少錢 你幫我做這樣子 意義上很像這樣 某超商找了一間公司外包 鑽寫軟體 契約上面說 該超商在取得軟體的時候 可以依據他附上來的原始碼 修改並且改良軟體 那原始軟體呢 跟修改後的成果呢 只能給該超商使用 這個其實蠻常見的 這是在現代社會裡面 就是說 我開一個公司 然後我需要寫一個什麼軟體 我就花錢請你幫我寫 那你幫我寫的時候 你會告訴我說 我幫你寫的軟體 是我 著作群還是在我身上 然後 我就幫你寫 然後原始碼也給你 你可以隨便改 但是你就是自己使用 這還蠻常見的 那請問一下 這應該算簡單 請問一下 你覺得 這個軟體應該 不是自由軟體的 請舉手 OK 不 我想絕大部分人都對了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的關鍵點在來說 因為它雖然可以修改原始碼 但是這樣就沒有散布的自由了 所以這個不是自由軟體 好 最後一題 某軟體售價1998元 網站上面不提供原始碼 也就是不提供那個程式 本來是怎麼寫的 那消費者在購買以後 會從寄送的軟體公點裡面 獲得誰付的原始碼 那小強還沒有這套軟體 他就寫信去給那個廠商說 我聽說你們就是有原始碼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份 那那個廠商就拒絕了 好 請問一下你覺得 那這個廠商寫的這套軟體 它有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請舉手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好 謝謝 那你覺得它應該不是自由軟體的請舉手 應該不是 好 OK 突然一下也不知道一下問誰 看到那邊有一張蜜蜜的微笑 蜜蜜的微笑 一看到我就 一看到我這樣講 就全力把嘴巴閉起來 好 那我自己講好了 我自己講好了 這個東西 還是有可能是自由軟體 那怎麼說呢 因為自由軟體的規定上面 這個剛剛的四大字裡面 比較沒有提到那麼多 比較沒有那麼深刻在去細講 不過它的重點在於說 擁有軟體的人應該要有原始碼 所以它可以修改 有原始碼 原因是因為要可以修改 可以改良 可以研究 那有軟體的人應該就要擁有這套原始碼 但是 如果你從來就沒有擁有過這套軟體 你手上就是沒有 那它確實沒有必要要給你原始碼 確實沒有必要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可以收費 就是說 我寫了一套軟體 然後我在網路上面 就是沒有要讓你下載 我只是介紹功能而已 然後我說 如果你要我這套軟體的話呢 那請我著收功能在光碟片50塊 寄到你家 這樣你就有問題了 不過你會說 這50塊好像賺不了什麼錢 OK我們來講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 我今天 開發一下自由軟體 然後 我跟你說 其實上面還有很多功能是 可能要隨著你的需求而客製化的 那 你付給我20萬 我幫你客製化 因為我是軟體原作者 我來改應最妥當 至少我也可以這麼講 我來改應最妥當 那我就送你20萬 然後我來理給你 但是它本身還是自由軟體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 它有沒有很多種收費方式 是可以去做的 那以上 大概簡介一下 四個準則 那以及自由軟體的一些問答 那這是自由軟體 那到底開放裡面什麼軟體 我們說的 Open Source Software 是什麼東西呢 那這個地方 我們想要先來多多的提一下 關於剛剛的所謂的自由軟體 它的英文本名 叫做Free Software Free Software 那這個Free 這個字 其實經常都會有爭議 那中文來講 好像沒有問題 你的免費軟體 跟自由軟體 這兩個詞 只要國小畢業 也就是在座各位 應該都理解它們之間 是有差異的 但是Free FRE 如果你單純這樣拿出去給別人看 可能人家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 真的會誤解 所以 這個部分其實說實在是比較麻煩一點 那 自由軟體裡面的Free 它講的是自由 也就是 這是蠻常被人家引用的話 叫做是Free Speech 自由言論的那個自由 那 免費軟體它用的Free 我們稱英文的全名叫Free Software Free Software 跟Freeware 英文的原名叫Freeware Freeware是免費軟體 Free Software是自由軟體 那Freeware是什麼呢 Freeware是說 是免費的 完全免費的 但是Free Software 是指 它是自由的 那它是 有這樣的一個差異 那 這其實說實在有點複雜 然後也很多人都看不懂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會覺得 這樣子就把事情搞得越來越混亂 而且有可能阻擋到他想要用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就有另外一群人跳出來說 那 其實說實在 你自由軟體追求的東西都非常有哲學 你那個時候 有時候是看起來像一種宗教 你知道嗎 剛剛前面那四大自由 其實跟軟體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就是一條宗教組織 說 我相信這個世界應該是怎麼預作的 感恩師傅讚嘆師傅 開個玩笑 等一下 希望出去不要蓋我的孤單 所以總之 open source 就有一群人提出來 他說 其實他們覺得 真正的重點是在於 互相研究 互相學習 那 只要把軟體本身open出來就好啦 所以他有提出另外一些準則 然後把它稱出來open source 它的定義其實也蠻複雜的 所以我大致的那個影片就好 我大概也不用記 等一下也沒有小學堂 所以就大致講一下就好 第一個是可以自由散布 這就是跟剛剛講的 可以散布的自由力量 那 允許修改原始碼 允許 要 以便修改 這個其實也跟剛剛講到 世大自由裡面一條一項 那 可以修改程式 可以散布改良成果 這剛剛世大自由最後一條也是 那 無差別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欸 剛剛世大自由裡面也有 那 任何領域都可以用 使用程式的人 就是 已經獲得授權了 他不需要再 為了重複的授權再去付錢 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那 那不針對特定的軟體 他不會故意針對特定的軟體 那也不會去影響到其他軟體 這個聽起來有點哲學有點複雜 那 還有授權條款的技術中立 授權條款的技術中立 這邊比較難解釋 我來說明一下 首先授權條款這四個字 什麼意思呢 授權條款是指說 在法律上面 由於 如果你要用我的東西 你必須得獲得我的授權 也就是我把權力 使用的權力授予給你 那經由這樣子的方式 你可能會先寫好一份文件 給別人簽 那我們叫授權條款 那授權條款裡面 它必須不能只允許某種用科技包裝過後的媒產 比如說 它一定要可以允許用網路或非網路 甚至印出來什麼的方式來散布 所以說如果你只是拍了一部片 拍了一部短片 然後 你把它加密了以後 然後說 這個內容是我的授權條款 那這樣就違反技術總理 就會有很多人看不到 這樣子 那大致來講 由於其實自由軟體的定義 比較嚴謹 比較嚴格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畫這樣的圈圈 就是說 Open Source軟體其實是很大一圈的 那Free Software裡面是它的說 Sup Set 就是它的子期 不過據稱是有一小部分有可能會歪掉 就是有一小部分有可能會是 就是它是自由軟體 但是不是Open Source軟體 不過 總之我目前也看過了 好 這是自由跟Open 兩個陣營 他們的想法 那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點來講 他們還是蠻合作的 像比如說 我們現在這樣畫的也很大的圈圈 那Free Software 都包含在裡面了 那所以說 如果你支持Open Source 大部分的人就會支持Free Software 或者說如果你支持Free Software 你很有可能就會支持Open Source 這蠻常見的 那 不過 實務上我們到底會用什麼來決定 什麼軟體叫做Open Source 或者叫做Free Software呢 比如說你今天寫一套軟體 你能不能自由的 舉起手來說 我這套軟體 它就是自由軟體 然後結束了 那別人怎麼知道你 到底給他的自由是什麼自由 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 那四大自由 裡面的自由 其實不一定啦 因為反正你空口說白話嘛 你知道這個世界就是有點麻煩 就是如果沒有寫下來的文字 大概會覺得 你當作沒說過 寫下來文字很多 其實也跟沒說過差不多了 不過總之 實務上我們其實是靠一個東西 叫做剛剛所解釋的授權條款 來決定你的軟體是自由軟體 還是開放的是馬軟體 那因為說實在 說到底這就是權力的問題 就是授權條款 就是著作權的問題 那這個權呢 授的就是所謂的 智慧財產權 或者是著作權 那我不知道各位對著作權有多少了解 那著作權的 基本的東西就是說 你創作一個東西出來之後 你就擁有對那個東西的權利 那你不用有什麼權利呢? 你包括擁有 你可以拿去給別人看 我們說公開展示 然後你如果那是一首歌曲 你可以表演 我們說公開演出 那如果它是篇文章 你可以拿去給別人翻譯或修改 你可以自己修改它 我們說那是改作 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種各個不同的權利 那別人要用的時候按理來說 按理 按理來說都不需要經過你的同意 那如果假設你 我今天寫一篇文章出來 有很多 不巧的就是那篇文章就是很有名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人來問我說 唉 我想我想你這篇文章 我可不可以拿去貼 我可不可以拿去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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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被問了一百次之後 你會開始覺得很煩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在網上寫說 就是歡迎轉貼不用問我 你大概會寫這樣的文字 那這種歡迎轉貼不用問我 其實某種程度上 就是一種授權條款 只是他沒有講那麼法律文字而已 那像這一類的把授權條款 直接寫名的丟出去 他根本不管他授權的對象是誰 就是說我今天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 並沒有打算說 只有高中生以下才能夠用 或者說只有我喜歡的才能夠用 不會這樣限制 的時候我們稱之為 Public License 就是公眾授權條款 他直接先寫好 然後丟出去 給大家直接 如果你看到了 而且你同意的人 就可以直接用 你不要再問我了 就這樣 所以這是 我們蠻常見的授權方式 那 自由軟體 跟OpenSource軟體 它有兩個陣營 一個叫FSF 跟一個叫OSI 那我們就不要去解釋它們是什麼 可能一個是自由軟體基金會 一個是開放原始馬術經會 那他們各自 兩個陣營 各自定義了一些 他們所謂符合他們的理想的授權條款 比如說 有一個比較有名的授權條款叫做GPL GPL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如果沒聽過也無所謂 總之它是一個授權條款的名稱 這個授權條款就是經過FSF認證的通過 說 只要你的軟體使用GPL條款授權 那就代表你的軟體是自由軟體 它就經由這樣的方式來做 會比較方便一點 自由軟體到底有哪一些呢 大家生活中其實蠻常用到的 例如說像開門線的消費性產品 比如說 Firefox Chromium 這邊應該有很多使用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舉手一下 Google Chrome OK 謝謝 Chromium的舉手一下 Chromium的 OK 有舉手應該知道這兩個其實有差 Google Chrome是 Google Chrome是Chromium的演化版 你可以這麼想 所以這個演化版本身它不是自由軟體 也就是說我們說Google Chrome不是一個自由軟體 但是它的前身Chromium是自由軟體 所以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差異 那還有一些看得見的商用的或大型軟體 比如說Ubuntu是一套作業系統 然後比如說OpenOffice是一套辦公室的軟體 這兩套是大家也蠻常見的 然後是大型的 這也是Ubuntu的軟體 還有一些是比較難看見的 比較難看見的 你就常在不知道什麼地方 比如說GCC PHP這些東西 它是我們所謂的編譯器 那編譯器這個軟體本身 它本來的作用 是要幫助你把軟體 把你寫的程式碼 變成可以執行的程式 它是一個可以幫你把軟體程式碼 變成可以執行的程式的程式 那那個程式本身也是自由軟體 這個你比較少看到 然後另外還有其實像很多無線網路裡面的 任體那些東西也是自由軟體 所以你生活中心其實是一大堆 網路交換機 然後電信交換機很多東西很多弱勢 所以這些是自由軟體 那以及它授權的議題 所以我剛剛講的兩個 第一個是自由軟體 跟open source軟體有什麼差別 那他們到底關心是什麼 第二個是授權雕塊 那接下來我又要進入第三個 是社群 那所以到底什麼社群 是Facebook嗎 Facebook它是一個社群網站 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在我們open source的世界裡面 我們要講社群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Facebook也在這裡 那這個字原本是community C-O-M-M-U-I-G-Y 它在地理上的原始的意義是社區 比如說我今天住在某某社區 它地理上的原意是這樣子 那你延伸下去描述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稱之為社群 就是一群的 那它的本質上的意義就是說 有一群它共享某些屬性的人 什麼叫共享某些屬性的人 比如說打敵方 你禮拜日晚上有看冠軍戰的舉手一下 有吧 那我們就共享同一種屬性 有看過冠軍戰的那一群人 那你禮拜日晚上沒有看冠軍戰的舉手一下 那你們就共享同一種屬性 沒有看冠軍戰的那一群人 這個很簡單 那所以使用同一套軟體也是一種屬性 所以它也會有一個軟體的社群 或者支持某種理念 它也是一種屬性 所以它就會有一群社群 那所以總之它就是有一群屬性 甚至再回到原本的地理位置也是 像我們都在台灣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社群的特性 那在open source的社群裡面 我們說他們參與者 就是參與open source的社群的人 他們通常有一些特性 比如說他們的個性都展翔的 他們的個性都怪怪的 我們說怪怪的其實說這一點也不怪 就是他們對於 rules 道理或者說規則規範有異常的敏銳度 因為軟體就是一條一條的規則寫下來 然後遇到什麼事情不合理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這個東西明明就怎麼樣怎麼樣 不合理啊 但是partner可能不那麼認為 就是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比如說我今天講說 你今天在網路上面刷卡好了 刷卡上面買了兩個東西 請問你覺得 你買了兩個東西 那個手續費 是要照那兩個東西個別算 還是要整個一起算 像這種莫名的規則 就會有程式設計師非常努力的 要去執著去面對他們 因為如果不面對他們 那就寫不出來這樣 那所以他們蠻常見的狀況就是 會有一些特殊的個性 那我再譬如一下一些事情 像我們講說 open source 軟體 很多都是開發出來 然後給別人使用 為什麼他們這麼佛心呢? 因為其實他們也不這麼佛心 他們只是說 我就反正也開發出來 我就要用 那我要用 我就開發出來 然後我用完 反正我就出去給別人看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想要賺錢 那我就出去給別人看 那如果你能夠 有能力幫我把它修改得更好 那也爽到我 就是 就是 表示軟體更好 那我也可以用得更好的問題 那也不錯 所以它蠻常見的是說 其實說實在並不是什麼佛心或怎麼樣 它單純就是為自己開發 然後丟出去給別人看 或許可以更好 如果更好 那我就賺到 如果沒更好 反正我也沒虧 軟體嘛 看別人又不用錢 所以 只要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 那爽就好 這是蠻常見的個性 然後第二個個性是 其實 這個我覺得還蠻 也不只是我們社群軟體社群 就是很多社群都有 就是他們其實是在 以高手為中心的狀況 這一點講解好像有點不好 但是 你會覺得說好像 就是 有好多個山童 然後要去依附哪一個高手 但其實不是 因為 open source的社群的人 很多都 我自己覺得絕大部分人 都蠻有學習精神的 他們去接近高手的原因 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自己也想要變成高手 所以他們去學習去交換意見 去一起發想 去一起合作 那除了這些高手 說做軟體人 好啦 除了這些做軟體的高手之外 旁邊還會有一群人 他們是power user 就是他們用得很熟練 雖然他們不會寫 那他們也可以幫助這些高手去 釐清一些問題 或解決一些問題 或者是幫一般使用者 處理基礎的狀況 那這些我們稱之為power user 那這一群人 他就會連結成一個社群 這一群人就會連結成一個社群 那軟體越來越大以後 要顧的東西也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說像譬如說測試的也好 然後介面規劃的也好 或者說寫軟體的文章的也好 這些人都會被我們稱之為社群的一份子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來講 我想絕大部分人已經普遍可以理解說 社群並不是只有寫軟體的 雖然在一開始open source的社群裡面 絕大部分人都是寫軟體的沒有錯 不過現在來講已經不是那樣子的 舉我自己為例 雖然我自己會寫 然後我也說我參加摩扎社群 從2002到現在十幾年 好可怕 然後我從來沒有幫Fibus寫過任何一行程式 所以我有寫別的 但是總之只是想要提ID的時候就是 其實並不是要寫軟體 才能夠當作自己成為社群的一員 那現在已經不會用這種方式來定義了 那寫軟體的人 寫open source的人還會有一個 或拆個open source的社群人 還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就是他永遠歡迎您建議 我們稱之為patch through account 但是其實這句話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我先解釋一下patch是什麼意思 patch就是說 你的軟體可能有寫錯 或者寫的不好的地方 那我今天寫一寫以後 發現我寫錯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告訴我說 那你哪個地方寫錯了 我來幫你補 然後他就補了一個東西出來給我 AutoR謝謝你 然後我就把它接起來 合併回去我的軟體 這個他寫出來的這一份東西 我們稱之為補罪 補罪 那他就是patch 那當我講說patch through account的時候 意思是說 歡迎大家來幫我的忙補動 然後他後面有很多深層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是蠻正向的 就是大家就可以自己動手做喔 我今天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大家都可以自己動手做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也是這樣正向 一定還有很多錯 歡迎大家幫我修 第三個就是不那麼正向的 如果我想要什麼功能 那我想要不然你自己做喔 這個也蠻常見的 就是說patch through account 其實大概有很多層的意義 那open source軟體的人 或者說free software的人 都蠻有這個個性的 就是說 他嚴格講起來 並不能說是放大 覺得說量不行自己做嘛 並不是這樣 可是還蠻鼓勵所有的人一起參與 把這個軟體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大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特質 就是結構會很鬆散 那一般的組織都會有層級嘛 就會比如說那個會有leader 我們所謂的community leader 然後leader的晚上 下面會有什麼步 什麼步 一般的組織都是這樣 不過open source的社群 比較常是 有沒有聽到下面這句話 這是我在某一次聚會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新來的人 問我們其中一個社群成員的話 他說 所以那個一直在講話 那個某某某 他講到另外一個人 他是社群的領導者嗎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家的那個社群成員 講了一句非常正確的話 我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社群真的有帶起來 他講說什麼 他說 其實說實在 我們沒有所謂的領導者 沒有任何一個人講的話 可以不經過說服 就讓所有的人發我去做 並沒有這種事情 你每次新的一個提案 都必須要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有可能就會有人跟你有爭議 這是一定的 因為總是會有一些不同的 那這些爭議都會靠彼此說服 或者是說 最後大家獲得一個結論就是 好 我們兩個彼此之間沒有共識 所以只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 我先做做看 我先照我的方式做做看 第二個就是 不然我們兩個分開做 然後先比較看哪個比較好 這也是open source的社群 或者說軟體 也會蠻常見的狀況 就是寫一個軟體 結果某一個功能 大家彼此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就先分材出去寫兩套 寫兩套之後 很久很久以後突然 某一個地方的社群就是比較多 因為它就是比較好用 然後就會被吃回來 就會併回來 變成它那個軟體的本身原始的東西 所以說 社群組之後 我再大概的描述一下 它為什麼會有這些特性 因為第一個 絕大部分的人是不領心的志工 絕大部分 我說擁有的人有領心水 像比如說 HXC的工程師 他們其實也會貢獻自由軟體 open source軟體 不過他們就有領心水 那他們領心水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可以讓他們自己才能變得更好 那另外 他們其實還是有所謂的專案負責人或協調人 但這個協調人的主要的功能是在於說 萬一有整理的時候要召開草野協商 然後或者是說萬一有什麼東西 就是有很多項 然後他怕大概要重工 就重複做同樣事情 然後所以就會有人要去協調這樣子 所以他還是會有某個專案的負責人 或某個專案的協調人 但是他的角色跟我們一般所謂的leader 可能就一點點的不一樣 當然如果你遇到leader 其實他是協調的 那你就蠻幸運的 因為你可以參與很多事情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說 所謂的那個module maintainer 不小心跳過 module maintainer 就是最後的把關者 也就是說如果我自己是負責人 那我就是這個專案最後的把關者 所有人都有可能給我提供補罪吧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給我提供patch 但是有可能有兩個人的配群是衝突的 那這個時候要選哪一個 通常大家都會注重那個協調人的意見 因為他必須得要負責協調你 在那邊跟他吵 除非你真的很有理由說你自己的比較好 那不然反正自由軟體 你本來就可以拉出去做你自己的版本 你沒有必要跟他吵這個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通常module maintainer 就最後把關者 那自由軟體社群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說他是自由來取的 所以最後的工作 自由軟體的參與者 所以最後的一件事情就是 找到一個人把他的工作接下去 像比如說我現在在辦Costak 那現在我已經辦了三年了 今年第三年 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一個替死鬼 不是啦不是替死鬼 找到一個另外一個人 然後幫忙把工作接下去 那讓那個循環可以產生這樣子 好 那介紹幾個open source文化裡面比較常見的句子給大家 第一個是所謂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東西應該蠻多人有聽過 那他在open source軟體裡面其實蠻常見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呢 因為有很多軟體 它風靡全世界 那它其實本來是改自別的軟體來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google chrome 它改自Chromium Chromium裡面的核心改自webkey webkey裡面的核心是改自另外一套 比較沒有名氣的東西 那它是一層一層這樣過來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 每一代每一代都會再幫他加強功能 那順便也減少了 他本來要面對的過去的繁雜的事情 因為別人做好了 別人做好直接哪用 哪用 哪用會不會把他加東西 這樣子 所以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那也因為這個原理呢 所以我們有蠻常提倡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不要重複造文字 那打個比方好了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人生唱歌系統 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欸 我要自己去把每一個音錄下來 然後去把它分析 然後去把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去做出來嗎 欸現在不必了 因為有很多人在我們上面做一些 雜細大法的東西是 仰賴眾人的努力所做出來的 比如說 好 這是不是神曲嗎 神曲我難過 應該大家都聽過吧 沒有聽過現在也聽過 讓我們再聽一次 好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網站 然後他把那個之前有很濃的那個 那個五倍的祝福 那那個影片裡面的那個音調剪然аж極段 然後剪短好幾段以後 就把他放到網站上面去 讓它可以播 那蠻有趣的 我不論都會對本來那個影片的想法怎麼樣 這都不管 但是你看這是一個延伸應用 然後這個延伸應用 其實因為有人先就把它切好幾段 然後就直接拿來用 這樣就很快 所以如果假設我自己要做一個唱歌系統 我可能就先 比如說在這邊就告訴大家說 我要錄唱歌系統 然後我就先放著 然後就把收一整片的音 收一整片的音之後自己來切好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說 我先去網站上面找看有沒有別人已經切過了 你切過我就省那個工 那如果它又是自由軟體 那太好了我就直接拿來用 為了放那個音樂 還要故意跳掉那個 好OK 然後第三個也是蠻重要的點 就是及早釋出實施釋出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在寫一個軟體 或說我們不要講的軟體 因為很多人可能還沒開始進到寫軟體的領域 我們說你今天在計畫你要去哪裡玩 你跟朋友要一起出去玩 你在計畫 那我們有兩種方式 可以讓朋友知道你在幹嘛 第一種方式是 你每寫一小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排一個三篇的行程 然後我寫完上午的 我就問你說 我上午打算要去哪裡 這樣好不好 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這樣排你覺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你先把三篇的行程全部都寫完了 然後寫完以後才拿去給朋友看說 我這樣排你覺得好不好 哪裡有問題 那這樣會不會卡住什麼的 那以Opensource的想法來講 他會鼓勵你 在寫到一點點的時候就先丟出去 因為這樣子萬一有錯 你可以機照改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那個排行程的例子 如果你三天的行程都排完 結果你的朋友突然告訴你說 欸為什麼我們要走回頭路 你的排的方式明明就是 我們要一直一直往背走 而且為什麼這個地方又要先下來 然後再往上面走 這樣怪怪的喔 然後結果你會發現 對我搞錯一個地方 我搞錯一個地圖 然後我就要把某兩天的東西 整個都大看過 那這樣就很麻煩 所以以Opensource來講 我們會鼓勵你及早釋出 那實時釋出是什麼意思呢 實時釋出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已經做好了第一版 第一版之後呢 我過兩個禮拜 我就再丟出第二版 為什麼 因為第一版中間可能開始有時候的回饋了 那回饋以後我就要修改 那修改完以後我就立刻再把丟去 所以他其實還是及早釋出 只是加強版的即早釋出 就是我改一點點東西 就趕快丟出去 看看feedback怎麼樣 那如果你有在碰跟創意相關的領域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那個創意 那叫設計思考 有一個名詞叫設計思考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我們沒聽過就算了 反正那是一個名詞 那設計思考其實講的蠻多是這兩句話 就是即早釋出 實時釋出 趕快把你的東西Polotype先做出來 丟出去給別人 別人有feedback可能 哪會趕快改 改了也可以趕快再丟出去 所以這次還蠻有趣的 那剛剛有講過Page2.com 其實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動手 那所以我的時間差不多快要結束了 所以我來小結一下 我今天講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自由跟開源軟體 第二個是授權條款 第三個是社權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三個 看起來拆了蠻遠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 open source跟free software的定義跟理念 以及它跟法律的關係 以及他們的組織與文化 所以說如果你有興趣想要進一步了解 open source的社群 那其實來參加這個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就是至少認識很多 在open source的社群裡面打鼓的人 那如果你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呢 我還蠻建議你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參加研討會後聚會 比如說這個 那或者是說Cost Club OSDC 反正有很多open source的人參與的聚會 蠻建議各位參加的 那有的要錢也免費 所以就各位可以各名人事 那第二個是 你找一個open source專案加入它 如果各位有興趣加入摩斯亞專案 等一下可以 可以下面可以來找我 其實我們沒有很多東西 等著大家幫忙檢求 有翻譯的 有聽答的 有寫程式的 也有真的寫程式的 好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說 不管你選擇什麼東西 就是動手做一點事情 而不是只是看 因為我自己個人參與的 自己的感想就是說 其實很多東西真的是自己要做 就是自己做做看 你比較知道感覺是怎麼樣 那別人跟你講 那都是浮雲而已 那所以不管是不是寫程式 我還蠻希望各位可以 就如果你有興趣參與 那可以動手做一點事情這樣子 好 那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的時間應該還是一分鐘 我曉得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五分鐘嗎 欸 那各位有沒有兩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可以發問的 或者是說想要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經驗 是 請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制度 他不會怕說 這種制度被人利用 然後把這些軟體再改做順便賣 好 這個東西我先來解釋一下說 就是open source的授權 剛剛講出來好多種授權條款 對不對 它有很多種方式 那有的方式是會顧及你剛剛的問題的 但是也有一種方式是 也有另外的方式是說 他覺得這其實不是問題 好 打個比方好了 我今天畫了一幅畫 然後 我就把它丟出去了 丟出去了 我說 歡迎大家來使用 我用的是 我用CC授權 我用的是CC by 也就是說 你只要標示我的名字 就可以隨便拿去用了 賣也沒關係 那這個時候很可能 我有幾種心態 第一種有可能是說 我根本覺得這東西沒有價值 所以我沒差 你如果把它變得更有價值 那是你的本事 我有可能這麼覺得 那我有另外有可能覺得是說 如果可以透過別人 不管用任何方式散步 而讓我的畫 有更多人看到 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也有可能它這麼想 對 所以它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那另外一種CC授權是 by SA 擺SA 也就是說 除了要姓名標示之外 你還必須要用相同的方式 分享出去 也就是說 今天我畫了一幅畫 丟在那邊 然後我說 大家可以拿去用沒關係 只要標示我的姓名 而且你改過的話 用一樣的方法 share給大家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想 我想要的是什麼 我有可能想要的是 我也想要有更好的東西可以用 我也想要有更好的畫可以看 那所以如果我要說 你必須得要把它分享出來 那你分享出來 我就賺到吧 那當然也還有別的 像比如說by NC 就是禁止商業利用 就是說 我分享出去 你只要標我的名字都可以用 但是 不可以拿去做商業應用 所以 大家在使用這種 開放軟體授權的時候 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那他就使用 各種不同的授權條款 來決定 就是他打算怎麼分享給別人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問題 其實會在於 就是軟體的著作人 他想要怎麼做 那他就選擇一個 對的做出來的條款 對 那講一個有趣的 就是說 我今天就要分享出去 然後你拿去賣對不對 我可以賣 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 你改完你拿去賣 那你改的東西 我又可以賣 好 大家一起賺吧 對不對 好 還有什麼問題 通常沒有問題 就表示我講很差 我等一下會去外面反省一下 就請 不會 剛剛有一個問題 所以他救了我 不用去反省 好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我想我其實可以提早交代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就謝謝各位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等一下到中午之前 我應該大概會再 可以再私一下 聊天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Bob 那我們接下來大概有 十到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大家可以上個廁所 然後休息一下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去問Bob 如果要跟他要吃的問題 或是要明天的話 也可以過去找他 沒有我覺得是他 對不起